大家好 欢迎收看inside的财经 这一期呢 我们来聊一下那个比特币全网算力啊 将大幅度的上升 然后呢 交易所大量的比特币流出啊 这是第一个议题啊 第二个议题呢 就是 比特币ETF啊 现在呢 有36只比特币ETF等待美国SEC的审批 最后呢 我们来聊一下那个MicroStrategy啊 他持有11.4万枚比特币 Coinbase呢 他更新了这个财犬币的最高价格精度 以及波卡仲贷的一些新消息啊 在正式开始这一期节目之前呢 欢迎大家 点赞订阅小铃铛 然后呢 我们那个摩尔项目呢 就是最近会有一些调整啊 就是我们摩尔项目产生的一些收益呢 会有一定比例的进行那个销毁 另外一定的比例呢 会构建一个长期的池子啊 然后直接空头给参与那个摩尔制洋瓦矿的老铁啊 好 我们来首先来说 第一个事情呢 就是 比特币全网 难度啊 将大幅度的上升啊 上升的难度高达 比例啊 高达百分之 8.27 而且呢 是在11月11月1号的零点 三点 凌晨三点左右啊 开始上调 也就是说有不到一天的时间 前几次啊 这个算力上调啊 总伴随着一个 价格的疲软 对吧 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啊 但是一般而言 我个人认为那个 比特币算力啊 如果说 调整幅度达到8% 我认为 他应该是币价会上升的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 比特币交易所的余额在大幅度的减少 原来呢 那个链上 就是比特币交易所的那个链上 它的余额是 180多万枚 现在 降低到了 177万枚啊 就是降低的速度非常的快 就是因为那个比特币期货一天辅 上 线以后啊 对吧 上市以后 这个比特币上了 6万美元以后啊 就有大量的那个比特币从交易所流出 然后呢 24小时以内流出了 20859枚比特币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比特币的币价应该是非常坚挺的 就是说有两个因素在 支持比特币的币价 一个就是那个 比特币全网 算力啊 将大幅度的上升 然后另外一个因素呢 就是那个 比特币它流入的 总和啊 是一个负大 24小时以内啊 流出了2万多枚 然后呢 这一个星期 流出了大量的比特币啊 从交易手里面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关注一下那个 一些指数啊 就是那个比特币的恐慌贪婪指数是73今天 然后呢 是处于贪婪状态啊 然后呢 大家关注一下那个 加密货币的一些指标啊 比如说RSI指标 它并没有出现很严重的超卖现象啊 如果说出现了很严重的超卖现象 然后那个 它呢 恐慌指数为一个 极其恐慌的状态啊 是一个最好的买入时机 但是呢 现在并不是一个最好的买入时机啊 但是呢 如果说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啊 这个 比特币和以太坊啊 它的那个币价上升以后 会带动其他加密货币的一个轮番上涨 所以呢 竞争币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尤其是今天的那个加密货币 跌了不少 对吧 所以呢 中上手术呢 我感觉啊 就是 从这些数据来看呢 就是 加密货币的那个竞争币啊 应该还是有强劲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啊 然后呢 从 宏观的一个消息面来看呢 就是目前的还有36只加密货币 他的ETF啊 等待美国SEC的一个申请 如果说毫无希望呢 他们会自己退出来啊 就是 那个SEC会和这些机构啊 他们进行一个 可能一个 沟通 对吧 然后呢 像 最近的那个比特币杠杆的ETF啊 就 自动的 他们自己撤下来了 然后呢 这36只 加密货币ETF还没有撤下来 就证明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当然 如果说是今年通不过啊 我认为未来肯定是会通过的 而且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些消息啊 就是 比特币的一个存量啊 比特币大概 总共是1800万枚的样子啊 现在来看呢 就是麦克斯特地基啊 他持有11.4万枚比特币 然后呢 那个 灰度持有63万枚比特币 然后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一些公司啊 比如说特斯拉 他持有一定量的加密货币 比特币啊 美图也持有一定量的比特币 每一支ETF里面啊 比如说比特币的期货ETF啊 或者是说那个加拿大的Purpose啊 等等ETF啊 还有那个欧洲的一些ETP啊 他里面都要质押大量的一个比特币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就是 二级市场的 比特币的数量啊 是在急剧的减少的 这个大家就不用怀疑了 为什么呢 二级市场的比特币在哪里啊 大家想想 二级市场的比特币都在交易所里面 交易所里面的比特币呢 从 我关注这个数据啊 就早三个礼拜 早一个月吧 关注这个数据呢 交易所里面的那个比特币的余额啊 地址里面的余额是 180多万美 我不记得是183万美还是180 万美啊 反正是180万美以上 对吧 现在是177万美 也就是说比特币也这些 比特币流出去了 他不在交易所里面了 这样的话呢 那个阿吉市场的那个 比特币的供给量就减少了 当然他的那个币价就 更有可能上升 对吧 然后呢 聊完这个比特币的一个供给量 我们还是要反复的强调一个事情啊 那就是现在全世界进入一个 滞胀的状态 现在都不说通胀了 是滞胀了 不是那个滞胀的字啊 是那个 那个经济停滞的字啊 账是通货膨胀的 账啊 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对吧 既然是 处于一个滞胀状态啊 那么 这个股票啊 和 比特币啊 肯定是涨得最猛的 这个 有一点历史常识的 有一点经验的 从过去10年 这个 美股的走势啊 就可以看出啊 从房价的走势就可以看出来啊 所以呢 伴随着这个新冠疫情危机带来的这一轮经济的危机啊 据那个美联储说错了 美国财长耶伦啊 他是以前的美联储主席啊 现在的美联储主席是鲍威尔 啊 据那个美国的财长耶伦 他的一个观点呢 就是说那个 通胀至少会持续到明年的一个中期啊 然后呢 他说这个话呢 估计还有一些保守的 那么从美国的通胀啊 这样高的一个通胀啊 号称30年以来最高的通胀啊 从这些东西可以看出呢 全世界啊 这个 资产 对吧 房价 比特币啊 股票肯定是杠杠杠的上涨啊 大家现在啊 如果说是觉得自己买了那个 股票或者加密货币被套牢了 其实完全没有那种 要割肉把它抛掉的一个压力 对吧 现在持有那个 法币是最不值钱的 如果你现在是受薪阶层 比如说你 工资啊 对吧 你 拿到手的钱啊 除了吃喝拉撒的 就要迅速的换成 股票房产或者是加密货币啊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 资金的利用效率啊 才能保值啊 要不那个贬值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 我们接下来聊一下那个coinbase啊 他已经更新了那个 史币 财犬币的最高精度啊 然后呢 又有40万人 这之前的消息啊 写那个情愿书啊 就是那个 Robinhood的上线那个财犬币啊 对吧 其实呢 这个财犬币啊 现在已经进入前十了 当年他刚刚 雄起的时候 我真的是没想到 我当时觉得哎呀 这个简直就是一个ERC20的一个token嘛 什么都没有 对吧 其实呢 如果说批评那个狗狗币啊 和那个财犬币啊 会被很多本他们的那个粉刺啊 就是很多人喜欢狗狗币或者财犬币啊 呃 会被攻击 但是呢 我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就是一旦 像 柴犬币和狗狗币啊 呃 错过了上车的时机啊 尤其是当他们进入前十之后啊 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的控制啊 一般呢 前十的加密货币 如果说是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呢 那么只有 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因素 除非这个加密货币呢 它对标的是以太坊 号称是以太坊杀手 然后呢 有技术创新 或者说呢 你也持有这个加密货币啊 你是为了拿这个加密货币去投新的那个项目 比如说像那个以太坊是有这样的功能的 波卡也有这样的功能啊 然后 SOL也有这样的功能 这样的加密货币呢 呃 才有一个长期持有的价值啊 因为你拿 拿着这些加密货币可以去投其他的一些项目吧 对吧 但是目前呢 那个狗狗币和柴犬币缺乏这样的功能啊 所以呢 我认为呢 这个柴犬币 还是应该大家观望一下 因为长得太猛的啊 这个抛腰会比较大 啊 当然了 我不是说他们没有希望啊 就是 就是财犬币和狗狗币的那个粉丝啊 我无异于得罪你们啊 我只是说要注意风险控制 对吧 然后我们最后来聊一下那个 composable的finance啊 就是他们有额外的5%的奖励啊 将分发给所有的参与重贷质押的客户啊 用户啊 就是那个ksm现在的那个 皮卡索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 他们平台的锁创量已经 达到了10万枚的ksm啊 其实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ksm并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涨势啊 因为他的那个质押量是50%现在1000万枚啊 然后 每一个项目进去10万枚的话 大家算一算80个项目就800万枚啊 就把他们的那个 我觉得二级市场的流量搞得干干净净就没了 对吧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ksm被低估了 我最近一直在买啊 好 以上呢 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大家好 摩尔斯瓦普改版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明显的不同呢 然后呢 交易还是跟之前一样啊 这里面有足够多的一个流动性啊 而且价格跟市价肯定是一样的 因为他用的是那个 潘开克斯瓦普的那个大型的流动池子啊 所以不会导致那个滑点太高 大家在这里可以进行一个很安全的交易啊 然后在这里也可以提供一下那个流动性 对吧 这个交易你可以 呃交易bnb和 其他所有的币的一个交易啊 比如说摩尔币和bnb的一个交易啊 对吧 我们展示一下 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 对吧 然后呢 交易完了以后 这里还可以提供那个 lp 提供流动性啊 获得流动性的收益 最关键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 Farms和Pools啊 大家可以在这里 比如说你可以提供一些 那个摩尔币在这里进行一个质押挖矿啊 这个摩尔币的一个永续的 他是永久的 呃 开始时间还要一段时间啊 现在还没正式开始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可能再过两三天就开始了 开始时间 还有 还有五天的时间啊 因为一直都在调整 对吧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旧的一个质押挖矿啊 首先你in able 这一个 代币啊 对吧 然后in enable 这个代币之后呢 你可以 去 进行一个质押挖矿 这个有点慢啊 等一下 好 开始了 你in able 以后呢 可以去在这里质押你的那个摩尔币 比如说我质押这么多摩尔币啊 对吧 然后呢 就可以 获得这个tube的一个代币啊 好 这样的话就正式开始了 大家也可以把它 拿出来unstake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一个nft的功能 这个还是那个pancake swap 类似的功能啊 目前还没有进行修正 我们即将进行修正了 请大家敬请期待 好 这一期呢 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insight财经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小铃铛